咸糕一样 我们坐上车了 是个大车 希望它不要太贵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酒店check in 酒店还挺好看的 我们订的这个酒店叫巴塞罗那1882 就在圣家堂边上走 去圣家堂大概两三分钟 超级近 然后这个酒店感觉装修也很不错 我们是在两三个月之前订的是80多欧元 现在订一个房间就要100多欧了 它这个晾衣服的地方还挺大的 房间没有很大 但这感觉还不错 大镜子 洗澡的跟上厕所是隔开的 中间是洗脸盆 可以 好了 我们现在在酒店把东西都放好了 我现在要去走了五分钟的一个海鲜餐厅吃 圣子皇 巴塞罗那的气候天气要比在里斯坡 里斯坡好 现在就只要穿个外套 穿个短袖 就够了 而且这里有阳光 舒服好多 对没有里斯坡那么潮湿 干燥一点 到了 他们就直接点生的海鲜 然后问你怎么做 我们的清口上了 好 咱们的鲜 这边是这么多 还是番茄吃的 我们点剩下部分来了 盛紫黄 鱿鱼 还有虾 后面就是圣家堂 我们到巴特宝之家啦 我买了3.45的票 然后3.20从圣家堂冲过来 我们现在要进去了 还带一个讲解 可以360度看这个地方的景 我们买的那个票 他可以进来的这个是private room historical private room 我们现在挂完巴特罗之家 现在到 加特罗尼亚广场 感觉是很乱混有小偷的地方 我们来吃甜点 这个espresso 然后里面加了一区的糕 然后插了一个cookie 我们走到这个巴特罗尼亚的最大的market了 还有五花果 巴特罗尼亚夜生活全是餐馆 我们又来吃小吃了 我们又来吃小吃了 长了一个remail很多很高的一个小吃点 里面还蛮多人的 葡萄牙那个香 给你们看一眼我们面前长什么样子 我们就坐在这儿 前面都是生鱼 然后配菜橄榄 这都是鱼 然后上面我们刚点了一个这个可颂 再加上起司和火腿 然后大家都坐在这儿 这样直接点着吃 火腿加鱼 加油鱼 加鱼 加麻酥 这适合中国人吃吗 这跟中国的炒菜呀 你看这个 鸭扁的可颂 好吃吗 嗯 好吃 好吃 我们刚刚坐下来的这巴台做 然后看下卡对的人 这个实在太好吃了 我们又点了一份 就点了一份盛子 还有一份烤虾 哎呀咋这么搞笑呢 刚刚叫吴瑞帮我拍一次 我说不用这样拍 你可以拍镜头反观 这个是鸭肝加牛肉 再加上面包在最底下 真是迫不及待 我要second take都不行 继续干嘛 想要有一杯espresso 作为今天的收尾嘛 然后就可以出去拍了 哈哈哈哈 就是说 I can cook too I can cook too 太肥了 就你自己吃一去 你就是个食房干 甜点上了 它是french toast 然后上面是裹着 不知道是啥 来试试看 它是那个 就是蛋挞 蛋挞 蛋挞 看我心哦 你问一下这个厨师 这也想偷偷疯疯 哈哈哈 肉我就是 其实我在这儿是兼职 主业是在盛家堂门口 真的是疯了 刚刚吃了60欧元的 然后说不饱 现在来买麦当劳 甜肚子 说饥荒的时候 还是麦当劳有用 哈喽早上好 现在已经是中午快12点了 其实 我们今天起晚了 时差上头 再加上这边比葡萄牙 是要 需要早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起的更晚 我们现在走路去奎尔公园 然后在路上看一下 买个咖啡什么的 之后我们打算去吃 西班牙的垃圾桶好大 放在街上 他们都是从楼上直接拿着一包垃圾 下来扔 我们到这个顶了 拍几个照 好多人 哈喽 我们现在大致逛完这个公园了 它这里收费的只占公园8%的面积 收费的是彩色的区域 不收费都是这种灰灰的这种颜色区域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离开公园 不打算接转 我们要去歌特区 歌特区 我们要去歌特区 因为那边有比较多古的东西 就比较有历史的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艺术性的 看一看 拍个照 就好了 我们来吃海鲜饭了 身后的这一家 我们上我们的墨鱼饭了 超级超级黑 看这个饭 妈呀 我忘记录像我们现在已经到圣家堂里面了 今天下午吃完饭之后就沿路走过来 然后去喝了一个咖啡 这个窗花好漂亮哦 我们现在巴斯罗纳地铁站全世界爬手最多的地方 我已经进入到了一级警戒状态 我的包 我喝我的包 我还录着你的包 你的包 is safe now 就是这样 以后我的手机长在袖子里面 很开 看到了Tim Hortons的广告 我们在地铁上特别小心自己的财物 然后看到这个哥们儿 他的包有个开关 他一点开钱包就会掉出来 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晚上7点多 他在网上自己search的 我们在认真的查吃什么 功课做错 那个是个vegetarian 不适合我们 这家靠谱了吧 靠谱 我要了一个mojito 他要了当地的sangria 他这个好好喝呀 有咖喱还有parsley 他点了一个burger 这burger叫麻辣多娜 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天 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先去洛坎府求场 然后下午到处转一转购物买东西 还要去大教堂 我们来早餐店吃早餐了 好像披萨 然后两杯还不需要 这是结实目前喝到最大杯的咖啡 我们现在到球场了 看他穿着这个衣服 然后我们走在这个球馆 别人就投了一样的眼眸 顺便一样的看着我 好怕被打 我只是敌对方的家属 这是老公也是吗 看着就很一般的这个 好旧哦你看 我们现在逛完球场了 你觉得咋样 还行吧 挺大的 我们现在准备坐地铁去哥特老区 巴塞罗那这个地铁线还是很发达的 这晚上你敢走吗 你可真勇敢 我们穿过巷子之后发现 后面是一个广场 广场圈是春日的 欧洲的plaza 这好漂亮 这是真正的发达 这一家 他这么年轻的发达 我在网上找了餐厅 我们要了半个liter的sangria 好像上成了一个liter 一会去圣母院都醉了 这个是我点的potato salad 有点像屎 嗯 这个鞋 这个比昨天那个鞋 这家店的海鲜饭 感觉比昨天的那一家好吃 推荐 地址写在屏幕下方 你认为包子来打广告 你怎么窝里起哄啊 你要unsubscribe我呀 其实我们这两天选的两家 都是米饭比较软的 都没有那种特别加生的感觉 挺好的 opinion expression 可以 吃完海鲜饭了 我们现在走路来这个自由广场 自由opinion expression 我们要送母院了 大教堂对面这个叫collo的酒店 他七楼有一个咖啡厅 然后就可以直直的拍大教堂很好看 然后因为特别好的位子已经没有坐了 我们就跑过去在服务员感人的空档 把图都照了 把照片都拍好 然后我们现在又坐着电梯下来了 省了两倍9000 我们找了一个本地的皮鞋品牌来看一下 挂完了这个皮鞋店了 它那个芭蕾鞋的开口比较高 不太适合我自己觉得没有看中的 今天是Black Friday 在欧洲也蛮多人出来买东西的 所有人都出来买 然后就有一些人在反对黑五 觉得浪费地球资源 看 我们迪士司机一直跟着交互车 我们开的飞快 通通警车一般 哈喽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晚的酒店 像不像在亚马逊总部 我要他说像在亚马逊总部 我有点恐高 哇天啊这有个阳台呀 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小偷一样啊 好漂亮呀今天的酒店 我觉得我上一个酒店 很有那种历史感 这一个好现代 有点过于现代 好薄哦 好奇怪啊这个酒店啊 要崩了 要崩了 再要崩了 外面有人很开亮 里面进来就沙沙水 我天哪 好像是烟汤啊 这么快 我们走到酒店附近的一个商场 然后这里有好多餐厅啊 这个商场上面的富库太慢了 我们都在这里做了半个小时 酒都喝完了 太太刚刚上第一个菜 我都有点喝晕了 他们这里的人态度好好 我虽然他们英文不太特别好 但是他们态度特别特别 从西班牙回来就中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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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